在RAL,同学们既能穿上工装,下场炸缸,又能披上白大褂,使用各种精密仪器,观察实验样品的微观结构。 这是我们实验室的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。 这是我们实验室王国东院士在十年前,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时候,实验室资助的500万。 然后王院士用这笔钱为我们实验室固执了这样一台,就是比较高端的一台设备,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科研条件。 主要就是一个粒子吸固,这样一个照片。 就是小点点,就是粒子。 对。 这是做什么呢,这个东西? 咱们主要是利用这些粒子来进行钢的强化,提高它的抗拉强度。 就是说这个粒子越多,我们这个钢就越强吗? 对,强化作用会更加明显。 那怎么让这个粒子能变多呢? 我们目前做的话,主要是两方面。 第一块呢,是进行成分调控,加入一些合金元素,比如泥凡钛。 第二块呢,主要是后期工艺的调控,来使得这个粒子呢,数量更多,分布更加弥散。 从而对这个强化效果呢,有一个更大的提升。 钢材的成分,各种合金元素的含量,这相当于DNA,是先天基因。 超快冷这样的工艺技术,则相当于营养、运动、习惯等等后天因素。 二者,共同决定了刚才的身体状况,也就是最终性能。 这个比喻,出自实验室的两位博士生。 我们拍摄的要求是,少说专业词汇,要把专业知识,尽量通俗地解释出来。 这真是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。 痛不一种的花吧,好像说的。 就容易说错吧。 对,你稍微就是降低一点,整体的意识就是有点变了。 因为说是搞学术很多,就靠这个细节那种。 然后你忙碌地把这个细节,一个词,它就是那个意思。 就是很着凹一个状态。 学术上的严谨与求真,这是一块好钢诞生的基础。 在这个过程中,伴随的一定是繁琐和枯燥。 这个细节是一个样的,包括前期准备的。 对啊。 那很重要。 你多长时间? 你要从圆头上锁的开始锁的。 就是从圆头上锁的开始锁的锁。 锁炸、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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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,首先得模样。 得切。切完锁炮锅。 炮锅可以了,得做这个。 做还没那么做成就。 做不成了什么? 重做。 就我们就在事发道中,会能买它一颗。 如果说斗,再来一颗。 如果实验那么顺利的话,活着根本就用了三、四年。 一颗颗的文字。 在实验室,这样的图片被大家形容为非常漂亮的图片。 而这个视频,大家则觉得它非常酷。 因为这代表了实验样品的成功。 这便离一块好缸更近了一步。 而更令他们欣喜的,当然是实验成果得到应用的消息。 比方说我们的水油管线。 水电站,我们的航空母舰,我们的这个阻力战舰。 它的这个钢,背后的这个技术,可能就是我们提供的。 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们是做了很多这个默默无闻的在支撑工作。 有时候我在电视上一说,啊不是,这个东西呢,用了好多技术,就是你爸爸。 他们实验室,所以开发出来的,也是一种另外一种自豪。 我们实验室,科研宗旨,就是我们教训自信合一。 尤其是我们那个王主任,他在人民大会堂上说一句话是, 我们把乐文协生产线上,也就是我们意味着, 我们现在的科研方向,主要是为了服务社会, 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成,供应化成产。 最终为我们老百姓的生活,能提高一定的档枝。